Hello大家好呀 我是Niki 我感觉真的没有脸来见你们了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出现了吧 我上一支视频还跟大家说 我买了新的相机 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多给你们拍视频 结果呢 就没有然后了 我就消失了 那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消失的这一个月呢 我是回了一趟国 处理了一些自己的私人事情 现在已经全部搞定了 哎 废话我就不想多说了 什么以后多给大家拍视频啊这种话 我就不想再重复了 大家看我表现 今天的这支视频呢 我要来跟大家处理一大波垃圾啊 又收集了有这么一大箩筐的空瓶 对这个空瓶应该是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我看他们太不顺眼了 要赶紧把它们处理掉 所以呢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 这一些空瓶都有些什么东西 我先把里面的空瓶呢 全部放在地上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从眼唇卸妆液开始说起 三瓶眼唇卸妆液 那一瓶是来自理肤全的眼唇卸妆液 本期的使用感真的是没得调啊 非常非常的清爽 完全不糊眼睛 然后特别温和 卸妆速度又快 如果是100分的话我会给它99分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比较的贵一些 在我们这边卖是比较贵的 同时呢这边也不是特别特别好买 另外呢用完的是兰蔻的这个眼唇卸妆液 相对于刚刚理肤全来说 它的卸妆速度会更快一点 如果我的睫毛膏非常难卸的话呢 我就会用它真的卸的分分钟 就很干净很快速 然后也不会糊眼睛也不会刺眼睛 这个呢没有理肤全那么那么的清爽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足够了 只是我觉得这瓶眼唇卸妆液性价比呢 就比较低 它好像比理肤全更贵一些 嗯虽然是一瓶表现很不错的眼唇卸妆液 但是我个人觉得像这种开价买的都很好用啊 所以以后应该是不会回购这个了的 那这个就不说了对吧 在我很多支空瓶子里都出现的 我的开价最爱眼唇卸妆液 卡尼尔的这个啊 非常的快速 温和不刺眼睛 那它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油 但是我自己不介意嘛 所以这个真的是无限回购 我现在用的还是它 我们来说面部的卸妆产品啊 我这四个月呢 用空了这么多面部的卸妆产品 因为我是一个每一天都要化妆的人 所以这种东西消耗起来就特别快 来自开价必揉的一款 深层卸妆精华露 它据说自己是可以卸睫毛膏的 但是我并没有拿它卸过睫毛膏 怎么说呢 这一瓶呢我自己是不喜欢的 质地还是挺讨喜的 属于那种褶粒状的 不会很油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味道特别的重啊 它有那种很强的塑料的味道 就每一次进眼就会特别疼 然后这个味道吧 我就觉得嗯特别不舒服 如果你吃到嘴里的话就特别特别苦 反正我也没有觉得它就是很好卸啊什么的 也没有很清爽 反正这一瓶我是不会回购了 那么第二个要说的呢是一个卸妆水 卡尼尔的这一瓶粉红色头的卸妆水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推荐给身边很多人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卸妆水 一般来说呢我会用这种卸妆水搭配卸妆凝胶 或者是卸妆乳一起用啊 先用卸妆水擦一遍 再用卸妆乳再卸一遍 这是我自己的习惯 这卸妆力度挺好的 这个我觉得很好用啊 如果是在欧美的小伙伴们不太好买 慢单的卸妆水的话呢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 我也不会觉得它很刺激 也不会让我皮肤觉得很干 反正很好用我会回购的 那么说一个卸妆乳吧 说一个卸妆乳一个卸妆油 都是来自Covermark的 那么这一个呢 是来自Covermark的一款卸妆乳 这一款卸妆乳应该还是蛮有名的吧 怎么说呢 相比来说我更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卸妆油更多一些 他家的卸妆油还有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质地是属于那种稍微稍微有一点点凝稠的 它不是非常非常清爽 但是我这瓶用它的时候是春夏天 我都不会觉得说很油很闷 非常顺滑乳化速度也很快 对这个真的是很好用啊 以后我会回购这一瓶的 不会让我有闭口粉刺的问题 那么来说一下这个卸妆乳吧 这个卸妆乳呢 就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 洗完之后呢 脸上不会有很严重的油膜感 它会有一点点保湿滋润度的感觉 但不会觉得油 但是吧 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卸妆乳的这种质地啊 我总感觉就是卸不太干净 哎呦 反正是我自己的感觉了 对 这一款呢 我以后应该是不会回购了 那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干 或者是你比较惧怕卸妆油的话呢 那这一款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对我来说呢 两个比较下来 我肯定会选择卸妆油吧 那还有一款卸妆油 就是来自 Skinis的这一款卸妆油 这一款卸妆油呢 之前在我的年度爱用大赏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过啊 它是新西兰的一个本土的品牌 整个的成分都是非常天然的 用妇也是可以用 完全没有问题 它不会制豆 不会制粉刺 干皮和混干皮在春夏天用 那如果你是混油皮或者油皮的话 那比较适合在秋冬天用 它的质地呢 相对来说会厚一些 是没有任何香精的 所以你闻上去 是一种比较天然的那种油的味道 乳化速度也很快 清洁速度也很快 像我这种浓妆狗对吧 用它完全完全 说完卸妆产品 我们来说一款截面吧 CPB加的这一款截面 这一款截面呢 我买的是清爽版本的 是一个很好用的截面 用起来非常的舒服 整个泡沫很绵密 很顺滑 在脸上洗完之后完全不紧绷 一款优秀的截面乳的特点呢 它都有啊 但是你说我会不会回购它吧 我觉得它的价格真的是有点高啊 这样一支好像 四百多五百多人民币 我忘记了 很多便宜的洗面乳 比如说像多芬啊什么 都挺好用的 就不会说差的特别特别 我们来说这款防晒吧 这四个月呢 我是经历了新西兰的一个剩下了 那么我用空的 一二三四 有五个防晒 首先跟大家说的是 大名鼎鼎的这个 这个防晒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 我会把名字打在视频下方的 是来自他们家的一个金管的防晒 那这瓶防晒 我跟你们说 好用的 喜欢的 乳液质地的 我记得他们家应该分为金管和银管两个系列 好像金管更滋润一些 对 我没有用过银管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滋润度 在我一个混油皮的脸上 夏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不会说过于滋润 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这一个戴科的AG防晒 它在夏天用呢 就会让我觉得 嗯 有一点点油了 但是这一款呢 是让我觉得 哎 你有滋润度 但不会让我觉得很闷很油的 这样的一个 乳液型防晒啊 反正这个AG也空瓶了 我就拿它一起说 都是那种挤出来比较清爽 然后比较水润的防晒 那这个保湿滋润度呢 会更好一些 比较适合混油皮在秋冬天使用 那么这一款呢 我觉得混油皮 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的 这一支防晒呢 我以后一定是会囤货 一定会回购的 一柔的UV防晒了 含水防晒 保湿水凝乳 这款防晒 我也是推了很多次了 无论是涂身体涂脸 都是一个非常舒服 非常好的防晒 其实开架防晒 跟专会防晒比起来呢 开架防晒的酒精 我也会重一些 但我自己无所谓 我也不排斥酒精 所以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敏感的话呢 这一个你肯定要考虑一下了 很大一罐啊 可以用很久 性价比极其高 那么还有一款呢 资深糖的这个蓝胖子 这一款呢 是刚珠型的防晒啊 不是 修正液型的防晒 这一款防晒 我自己也是挺喜欢的 其实相对来说呢 我更喜欢乳液质地的防晒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种 头发液的质地的 可能有时候会拔干 但是这一罐呢 就完全不会 涂上去呢 非常的轻薄 有一点点控油力度 反正不泛白很好用的 也不会说泛油光什么的 还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安耐晒的这款防晒啦 安耐晒的防晒 我是夏天必备啊 涂身体的 嗯 在脸上的话 它对我来说 会有一点点过敏的反应 那涂身体就是 怎么晒都晒不黑 去海边啊什么的 都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不多说啦 已经是很多人都用烂了的一个 说两款清洁面膜 Glam Glow的这个黑衣尼亚 完全的用金光 时间久了就会发现 这一款的刺激性还是挺大的 但最近用它 就是特别的刺痛 就是有那种紧绷刺痛的感觉 反正不是特别舒服 而且它颗粒也比较大 嗯 价格也挺贵的 所以这个 我是应该不会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的大爱来自 DMC的这个 动膜 这个动膜 我之前年度爱用的时候 也跟你们说过呢 现在是完全的挖光光了 那这个呢 就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 一个清洁面膜 你涂它的时候呢 就是真的要厚敷 起码要厚敷三厘米 你 是三厘米了 不是 三毫米 反正是厚厚的敷一层 你千万不要省了 它这一罐也很大 也不贵对吧 涂到脸之后呢 你要等它40到45分钟的时间 然后用刮棒 先把它给刮掉 你就会发现 你鼻子上的那些白头黑头 全都浮出来了 然后你再用刮针 稍微清理一下 哇 真的 效果很好 而且它会 有一定的保湿的作用在 它不像是 一般的清洁面膜 用完很干啊什么的 这个绝对不会 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话呢 或者是你喜欢温和一点 但是你有清洁效果的清洁面膜呢 这一块啊 虽然是一个很老的产品了 但是我自己还觉得不好 跟你们来聊一聊 我最近用完的一些护肤产品吧 这个也就不想多说了 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次了 只要它不停产 我就会无限回购的 这样一个二次清洁水 对油皮 混油皮很友好嘛 对 但是对敏感肌应该是不友好 它酒精含量很大 这个就不多说了 三个激励精华 这个是戴科的小紫瓶 然后这个是来自 阿尔滨的一个基底叶 那么这一瓶呢 就是四次生糖 红腰子 这三瓶其实功效是完全类似的 它用在你的 洁面之后的第一步 做一个打底的一个作用 怎么说呢 这三款其实无论从质地呀 什么上面都很类似 这一款戴科呢 我之前用过正妆 我个人也是挺喜欢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价格 是有点偏高了的 如果你的皮肤没有到 非常非常干的话呢 其实这一款 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啊 来说说这两款嘛 这两款呢 其实我之前在年度爱用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我很喜欢红腰子 它无论从质地呀 还是说气味 都是深得我心的 那么这一款输在哪里呢 它其实也让我的皮肤比较稳定 就是涂完之后也是很保湿 很水润的 这两个功效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啦 我觉得阿尔滨的这个 在味道上有点太香了 嗯 而且呢 阿尔滨这个好像要比这个红腰子 相对来说 这个浓度在稠那么一丢丢 就我更喜欢这个红腰子 在我脸上的这个吸收速度啊 三瓶比较有名的肌理精华里面呢 我最喜欢的还是红腰子 分享一款乳液 就是来自天气单滑旋系列的乳液 吸收很快 然后你吸收完之后呢 会让你的皮肤就是软软QQ弹弹的 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好像你说它别的功效吧 我其实也是没怎么看出来啊 它这个设计的头是这样子的敞开式的 每次倒起来其实挺不方便的 但是它滋润度很好啊 尤其在秋冬天用的话 完全是没有压力的 嗯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乳液 值得尝试 但是并没有什么让人觉得很惊艳的地方 对 那么接下去呢就是两款面霜 首先就是这个Bleeve的 紫芹炸弹什么保湿霜 不用多讲了吧 推荐过很多次了 气味很好 用很舒服 虽然效果比较单一 它就是纯保湿 但是把保湿做的非常的好 Bleeve加的东西我都还挺喜欢的 目前为止 那么还有一款呢 阿斯兰奈的这款面霜 你们应该看不清楚吧 我会把字幕打在下方 这一瓶也是我用了很久 那这一款面霜 我之前去年的时候有跟大家推荐过啊 它是属于质地比较粘稠的 你需要把它挖出来之后 它手上稍微脆脆脆乳化了 然后再上脸 它的滋润度非常非常的好 在秋冬天 极寒冬的天气 你用它滋润度绝对是够了的 嗯 这个系列主打的是什么 应该是抗老吧 抗老这种东西 你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 用一瓶对吧 所以就实用感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比较适合那种熟龄肌 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年轻的话呢 这一款可能就会太过滋润了 亚量的大喷啊 生活中常备对吧 脸有点过敏啊 或者是觉得比较干的时候 都会拿它喷一喷 但是这个 确实下面还有很多年轻 还有很多 但是这个喷头就是 已经喷不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只能丢掉了 接下去要跟你们说的呢 都是一些身体护理的产品了吧 首先这个 这不说了吧 我每支空瓶机里都有 就是这个 cross toe rubbing 是这么念的吗 我日常常备的一个洗发产品啊 能够让你的头发很蓬松 很洗得很干净 对 这个就不说了 说了太多遍了 那么还有两瓶 一个是来自同样的牌子 针对油头发位比较干的这种人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洗发水 那这款洗发水 我个人挺喜欢的 我觉得它把那个头皮跟 发尾都护理的很好 头发油的速度会比较慢 但是呢你的发尾却是比较垂顺的 嗯 挺好用的 我以后应该是会回购的 但是吧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洗发水 不期末的话 这一瓶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你 我说一个这个吧 这个是驴的一个洗发水啊 这一瓶 我是被那个导购小姐给骗了的 我当时是想买那个绿驴嘛 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那个绿驴 但是没有 他就跟我说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一点都不好用啊 反正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任何鸟用 就跟超市里买的那个便宜的洗发水 一模一样 但它好像是绿茶味道了 除了味道没有任何特色啊 千万不要买 哦 还有两个洗发产品 我的妈 我用了这么多 就是这两个 滋波齐的这一款 薄荷的洗发水 这个我也不想多说 以前空瓶机也跟你们说过 爱用品也说过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就是头发 真的洗完之后 非常的柔顺 薄荷感很强 哎呀 真的 但是现在不太好买 这个好像是限定版的 所以就买不到了 就不多说了 那么另外有一款呢 是来自他们家的这个 粉红色系列的 那这一款呢 好用程度 肯定是没有刚刚这一款 蓝色来的好用 但是这一款呢 有自己的优点 它可以把你的头发 洗得真的很垂顺 但是吧 就是没有任何帮助 你控油的这种效果 就是比较适合 你头发都很干的人来使用 它真的可以洗得挺顺滑的 但是我觉得我用它的话 可能头发出油的速度 会有一点点快 对 以后考虑会回购 但是目前为止呢 是没有再回购的 有三个欧书单的 沐浴凝胶 首先呢 就是这个 马鞭草味道的 沐浴凝胶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我喜欢它的味道 喜欢它起末的那种感觉 就真的 我觉得马鞭草 太好太好闻了 这两瓶其实使用下来 我没有觉得太大的差别 其实这三瓶来说 在使用感上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都是很好冲洗 洗完之后比较清爽 比较适合在夏天 用的这个沐浴产品 不会让你觉得 有油膜感 冲不干净啊 这一盒满满的空瓶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完了 那希望这支视频呢 对你们有帮助 也希望你们能够 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问我 对 我最近真的会勤劳一些的 好吧 你们等等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